最近呢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面上传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有疑似 Proton 工程师的人表示呢 Proton SS11 这一款 C-Segment 车弹已经开始正式量产了 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 原厂也会很快的公布关于新车的预告 大家期待已久的 Proton X50 终于又来了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一款车 Proton 是马来西亚那么多汽车制造商中最没有秘密的哪一个 其他的厂商呢 他们在新车推出之前都会非常的机密 也就是说没有几个人会知道详情 但是 Proton 每一次一有新车呢 总会被人家趴光 这一次呢 X50 也是一样 其实这台车呢 在很久很久之前呢 Proton 原厂就举办过一次预览活动给他们的潜在客户 而那个时候呢 那些潜在客户呢 就把这个新车的详情放出来给大家知道 其实这辆车就是中国版本的第四代 第豪 采用 BMA 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说跟 X50 是一样的 但是原厂将它定位为 C Segment 的 Sedan 它的车身长度达到了 4600mm 轴距是 2650mm 这个轴距呢 跟之前的 Proton Preway 是一样的 而且事实上呢 自从 2016 年的 Proton Saga 之后 Proton 就再也没有推出新的 Sedan 车型的 因此呢 这一次是那么久之后 Proton 再次回到 Sedan 市场 所以引起的话题关注度是不低的 其实在几年前呢 Proton 曾经有计划 引进这个冰锐作为他们的新的 C Segment Sedan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呢 这个计划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 D豪 我相信这主要是因为 D豪 是一辆更新的新车 而这个冰锐呢 其实是一款很老的车型的 所以 D豪 似乎比较有诚意 而且我们从外观设计看来呢 这个 D豪 确实会比较大气一点 全新一代的 D豪 拥有前后的全 LED 尾灯组设计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只是延续了吉利一直以来的高质感设计 在 Proton X50 发布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网友吐槽 为什么中国版本有氛围灯 马来西亚版本没有 在这一次这个 X50 上面呢 终于有氛围灯了 但是呢 同样的对比中国版会拿掉一些配备 例如说马来西亚版本保留了氛围灯 但是拿掉了电动作业调整等等 所以有得有失啦 不过呢 根据中国媒体的测试呢 这台 C Segment Sedan 的空间标准其实就是普普通通而已 它在马来西亚的主要对手其实还是瞄准了 Toyota Vios 还有 Honda City 这样的类别 而不是更高的 Toyota Corolla 跟着一个 Honda Civic 等等的新车 至于在配备的部分呢 则是大家最不需要担心的地方 因为 Proton 的新车呢 一直以来配备都是不错的 我们相信呢 这一次这个 XS11 也就是 X50 呢 它一样会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而且会更为精进 除此之外 这个车还有一个重点升级 就是它的触屏主机 当然我不是讲还有 Android 和 Apple CarPlay 啦 只是它的这个处理器的速度 跟这个内存会更大 因此可以支援更长久的升级更新 因为目前的 Proton X50 呢 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处理器太过老旧 导致它很多的新功能没有办法上线 例如讲 Spotify 但是呢 在这一个新的版本上面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而且它的内建系统还会有一个叫 Air Store 的功能 你可以允许在这个 Air Store 里面下载一些软件 那至于有什么软件 我就暂时还不清楚啦 至于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这一次有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辆车可能没有混合动力的版本 我们都知道在 Proton X90 发布的时候 原厂表示未来会推出更多的混合动力车款 根据目前获得的消息呢 这个 Proton XS11 X50 它并不会有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 它的动力配置基本上跟 Proton X50 一样 也就是 1.5 公升的 MPI Turbo 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 TGDI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前者是 148 HP 峰值扭力 226 Nm 后者是 17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两者均匹配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要告诉大家的是第四代帝豪在中国匹配的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那么这个引擎会不会来呢?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兴趣的话题 而实际上呢 根据一些爆料者表示呢 这个引擎确实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目前 Proton 已经在他们位于 Danjong Marlin 的工厂进行工厂微调 为的就是生产这个全新 1.5 公升的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在 2025 年呢 这个 X50 就会供应 1.5 自然进气的版本 除此之来 未来 Proton 的新车 包括 Proton Persona Proton Iris 还有 Proton Saga 都有可能会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直立的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说这具引擎就是用来代替 Cam Pro 的 Cam Pro 终于有继承者了 影片的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原厂的工程师表示呢 这一款车已经步入了量产阶段 那么是不是代表它很快就会跟我们见面? 我个人猜测这款车可能要等到第三季末或者是第四季初 我们才能看得到为什么 Proton 目前还在试生产的阶段 之后呢他们会迅速的把这个产量堆积起来 以确保在新车发布的时候呢 有足够的新车交付给客户 大家如果买过 Proton 近几年新车的朋友啦 应该都知道 Proton 每次发布新车之后都要等很久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产能不足够 所以这次他们预先备货 等到新车发布的时候 你就有新车可以拿了 这样的策略是不是还不错呢?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的价位 可能会从8万令吉起跳啦 这个是我自己猜测 我不敢讲它正式的价钱在那里 但是考虑到原厂将它定位为 C Segment Sedan 这个价钱还是可能的 大家觉得这款车你有没有兴趣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我是Ivan 以后我会很努力的去挖关于这款车的新消息 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们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